協會 陳惠敏 擔任幹部 關懷榮民 圓滿達成 備受讚賞 第二位 樓台鄉退伍軍人協會的 劉彥哲 照顧豹澤 互以餘力 熱心奉獻 榮民表率 第三位 樓台鄉823戰友協會的 張德妍 保衛國家 忠誠黨國 盡忠職守 主堪表率 好 第四位 是榮民服務處的 劉成勳 照顧豹澤 不遺餘力 熱心奉獻 為人稱讚 好 第五位 也是榮民服務處 所推薦的 羅仙佳 熱心奉獻 疾難救助 實時關懷 眾人稱譽 好 再來 第六位 也是榮民服務處所推薦的 蘇允豐 為人謙和 關懷照顧 無私奉獻 必方海謀 好 第七位 是我們榮民服務處所推薦的 黃敬毅 真誠待人 潤柔恩怨 慰問關懷 值得稱讚 好 第八位 也是我們榮民服務處所推薦的 張 張善浩 負負責禁職 志工服務 關懷若是 實至名歸 好 以上 八位的獸獎人員 我們是不是 由主席推薦的我們董龍泉 董將軍 來為我們頒發這項榮耀 恭喜我們每位獸獎的長輩 由我們董龍泉將軍手中 頒下這份榮耀 每一位獸獎人員得到這個榮耀 背後都有美麗動人的故事 雖然 只是一張薄薄的獎牌 但是在獸獎人員的心裡的感受 卻是非常非常的渡心 在獸獎人員 再次的恭喜 好 最後一位 謝謝我們董龍泉 董將軍 來 我們是主席 以我們的將軍 以這八位 榮耀的獸獎柔兵 長輩們共同來合一 我們全體的長輩們 共同給予熱烈掌聲鼓勵 謝謝 再次的掌聲 謝謝